真正对不起你的是爸爸 对不起这个家庭的也是爸爸 想了 十年了 爸爸很后悔 爸爸对不起很多人 尤其是你和小陈 小小的年纪 就要承受不该承受的压力 面对不该面对的残酷 爸爸知道 你心里恨我 可爸爸多想 你能像小陈一样 不那么懂事 把所有的怨恨都发现到爸爸身上 爸爸都希望你能 你能解开你心里的疙瘩 放过你父亲 你 说不可以 你 说不可以 你 嗯 嗯